浩鼎案的发展让中研院院长的汪启慧 那么目前他滞留美国不归宿人都在等他回来 说清楚 讲明白 那么今天浩鼎举办了重大讯息说明会 要告诉大家的是 他们的研究得到了美国临床肿瘤医学会的认可 要刊登论文 只不过一谈到了这个中研院长汪启慧 是由董事长张念慈亲自出面 来帮他否认内线交易 但是时间点实在真的太巧合 在2月19号解盲失败的前一天 翁启慧替女儿卖出了10张的浩鼎股票 还获利600多万 当然目前的说法说是营业员建议他赶紧出托股票 但是这时间点的巧合 还是有待翁院长亲自说明 浩鼎31号召开记者会 向美国临床肿瘤医学会 申请的乳癌新药论文发表 有了最新结果 尽管乳癌新药有新的进展 但炒股风波越演越烈 现在又爆出中研院长翁启慧 代替女儿翁玉秀买卖股票 在今年2月19号解盲结果公布前一个交易日 翁启慧会11点接到玉山金营业员电话 建议可以卖股就帮女儿卖掉10张浩鼎股票 时间点实在太过巧合 玉山金回应营业员只是建议停力出托 算一算翁玉秀买入成本每股31元卖出10张后 获利至少达677万 翁玉秀也被质疑是翁启慧的人头户 手握上千张浩鼎股票的翁玉秀 却只脱手10张 也被质疑是否要规避大股东 持股申报转让 浩鼎案翁启慧跟翁玉秀 有没有卷入内线交易 检调已经在查 现在只希望落袍的中研院长 能赶紧回国说清楚讲明白